大家好,我是老篇全身,我聊到全身解说 给大家送上的是J86大射局 有一批World的中国九神 那现在是中国拍第一的九神,杰米 DCQ,丁春秋,他用的是JP JP这个角色 远可攻,近可守 其实比较全面 好,刚才弹版边 放一盏明灯,要满边 好,对方是一个虚空的状态,想出来出不来 好,这边下A,打中,两盏灯 好,上下七手,上下七手,再点一盏灯,搬运一下 对方天青腿打开 好,好快啊,这节奏 好,一个OD,两盏灯,连续的第一次 过不来 反倒是把,漂亮,这个点成 好,下中拳,再加个爆回 再进 可以啊,这个点成,确实是点金之笔啊 点醒的丁春秋 第二波 双方的对侧,想偷久啊,没有偷到 又是个金房 中拳,中拳打中 这边的绿冲很快 撩起来 好,摊手摊手 好,一个B杀,打中了 先人球给你上起来 好,漂亮,绿冲,中拳,再接 掌控腿 好,中拳,再接一个 啊,再见了 B杀 一口酒的 酒神 弄死了丁春秋 前前 漂亮 这把很帅啊 节奏很明快 好,看一下双方第二局 第一把的对侧 第一把Word的对侧 非常的到位啊 不让他浪起来 不让他拉开距离 现在DCQ主动求战 主动靠近的话 确实是有备而来 好,风神 戳一下 起飞 再接一个前腿 啊,进防 啊,怎么讲呢 这个太快的 你只能靠一些意识流来打 刚才一个乌云腿 打中 四口酒了 四口酒 两批就不要担心啊 现在压到半边 但是一批的话 血量落后 两批可以肆无忌惮的进攻 进防 有了 哎 防的不错 没有给他一个比较大的破绽 压到半边 好,一个转体 转体三百六 主席尼 尝一尝我的擀面杖 这个擀面杖的话 正好给你下酒 好,前冲一个下中腿 好,这个跳入的话 被偷久了 应该是想偷久被跳入 好,卡住下段 那丁春秋现在上中下都给你封死 也过不来 我这套浮空连 好,想搬运 不太可笑 好,现在 以退为进 不要 这个以退为进 打得真好 好,看一下双方第三局 那现在是 爵米的背景音乐 看一下这局 能不能借着自己的背景音乐 拿下来 前冲又是个中段 空神,点盏灯 对方直接搬运过来 跳不过去 想升龙 对方便没有跳 这个有点紧张了 连续戳 这个就有点草率了 对方在角落已经做好准备 你跳出来 直接一个升龙 远程切 远程切 这个对空 对空打得毫不犹豫 打中以后直接滤冲 看来没什么用啊 这个背景音乐 属于谁 好的,漂亮 偷到一个绿冲 先喝两口 还好啊 打中的那一瞬间 酒已经喝完了 你要到哪边 第三口 接近不了 接近不了 再来 这个防空真的 做得太好了 基本没有跳入过 都是两批跳一批 一批的进攻手段 现在略显单薄 好 进不去 刚才跳中 中的又是个逆下 好,改面杖 乱动 好,三七的爆回 还是非常的痛 非常的痛 完了 好,两七必杀 一打开 没有戳死 但是是一个虚空的状态 怎么着也要戳死 这一匹干脆利落 好的 待会儿传全结束 请不关注 感谢收看,下期再会